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会和其他人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会着重说一下它适合什么地方 它适合什么样的应用环境 它适合比如说就美国嘛农业区 什么几区几区是吧 当然我不会分那么细 我就跟你说一个大概的位置适合哪里 为什么不要分那么细 你就像我的龙沙宝石一样的 在我种好它之前 洛杉矶都是买不到龙沙宝石的 这非常非常专业的苗圃去找才能买得到 就是被我说出名的 然后现在洛杉矶就是连烘叠炮里面都有卖了 是吧 今年罗根苗 那现在已经过季了 所以说区域的那种划分 什么九区九B九A乱七八糟的 我都搞不清楚是不是 我在国内开始的整个园艺生涯 我在美国搞这个分区 我真的还搞不清楚 但是没必要 为什么 每个地方都有极端气候 你就像德州一样的 平时你看它种个胖去在那里都能活得热带气候 是不是 像去年前年 那道春寒来了零下十几度 全死光了 还是要去看具体的每一天的天气预报的 就像我的胶水 我都是按每一天的情况去设定我的胶水的 是吧 那么说一下奥地维亚 说之前提醒一下 以后我的所有的说品种的视频 都会做一个播放列表 要是播放列表里面集中查询就可以了 好 开始说 看这两颗奥地维亚是我去年种下的一个 棒棒唐裸根苗 是奥斯丁邮寄过来 不是送给我的 是我自己买的 那么他说起来 奥斯丁官网说这个品种是适合在比较炎热的地方 是吧 但是我种下来的感觉 并不适合 为什么 这个品种你要是一般人种的话 在前两天龙山基那么炎热的情况下 完了 这波花就没有了 是吧 我即便是操作的这么好 我突然间发现有几朵花 没打开就已经黄了 黄边了 我就马上马上就是 首先我的判断就是对的 就是缺水 是吧 那一般的人就说 哎呀 完了 会不会是什么病了 或者是会不会是水多了 甚至是 那在这样的判断下 你这两 那两天热浪是吧 三十四五度 天驱暴的温度 实际上在暴晒的情况下是四十摄氏度了 四十以上摄氏度了 那两天 是吧 现在又两块一点 昨天两块 今天呢 又相当于恢复一个正常的南家的气候 相当于 那么即便是这样 我们看浇水 判断浇水 就对奥利维亚来说是特别明显 绝对绝对是要表面干了 半干不湿了 不能干了 表面半干不湿了 像这种有太阳的情况下 半干不湿 一定要浇水 千万不要说一铲子挖下去 我里面还是湿的 我为什么要浇水 千万别这么想 等到那个时候 你的花就开始浇边了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 不喜欢往上喷的 以为喷了才导致浇边的 不是的 看我这些喷过的是吧 保护下来的 都已经开得完全的盛放 就说明当时就是因为干旱 然后我为什么说 它不适合我们 就特别炎热的地方 少雨的地方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然后呢 就是再炎热下去 真的夏天 它的第二波第三波复花 没错 它复花是很快 但是它复花以后 真的是三热闪 或者叫四热闪 具体几日 你只是一个概念 你不用跟我去斤斤计较 是吧 每个地方不同 每天的阳光温度不同 是吧 但是快的时候 再加上你缺水 是吧 那真的是三天 很有可能就完了 所以这个花本身的花期 我从春天的第一朵花的花期 可以给大家看看 它总共维持了几天 是吧 然后在不同的温度下面的 一个变化 温度低了 它还好 没什么变化 温度高了 它的变化非常大 一下子摊大饼摊出来了 是吧 然后那个高是什么高 实际上是不高的 那个高温度 只不过是我们男家 一个正常的出春的温度 是吧 第一波花 第一朵花 是吧 那你以后接下去 到了夏天怎么办 是吧 所以我说它并不适合 当然在我的手底下 基本上也都能种好 那么新手小白种的 我不建议男家种它 那么是哪里种呢 这个花 它不得白粉病 不得黑斑病 健康非常好 然后有香味 开始说它的优点了 是吧 闪得快了 哪里种 雨多的地方 是吧 我们西海岸上去 俄勒冈州 整片的是吧 华盛顿州 是吧 哎呀 刚刚隔壁邻居来割草了 我转到里面来说 安静一点 那里面的这个品种呢 是新冰川 以后再会介绍的 所以 我一定会把它介绍出 就是你适合哪里种 是吧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它的复华性 是吧 然后就让大家看到 它最完美的一个状态 最重要 是吧 那还是回到奥地维亚 那么奥地维亚 我前面说了 比如说那种雨多的 是吧 常年下雨的 四合重 然后呢 要注意的一点是什么 就雨多的地方啊 它的那个灰霉病 你如果发现那种花苞 刚刚润色就打不开 然后你又知道 是吧 不是缺水 你天天在下雨 肯定不是缺水 雨多的地方 容易产生这个病 那这个病呢 倒不是因为说 它抵抗力弱就得 抵抗力强就不得 其实这个病要得啊 基本上都会受一点影响 特别是这种花瓣 比较薄的品种 这倒不 不关乎它的抵抗力 那么它得白粉 是基本不得的 黑斑也基本不得的 所以适合那边 然后呢 它在花形上 我突然想起来了 奥地维亚说它适合我们这种乐带地区 为什么 它在炎热的时候 花形并不会变得特别丑 就是它春花和夏花 它的花形啊 几乎是一致的 虽然卸得快一点 那这点更好嘛 你如果是相对北方点 中它 而且不是那种北道 多人多 加拿大 那么冷啊 我觉得是非常合适的 而且作为一个棒棒糖的应用 是吧 棒棒糖应用呢 真的真的太冷的地方 零下20摄氏度的地方 我觉得是不行的 除非你有精力 去一颗一颗的包起来 包起来以后 再一颗一颗的套上了一个塑料袋 底下再封口封好 那个还挺麻烦的 种多了还真的是个事情 所以我不太建议 太北面的去种 所以这款品种 是吧 就是所谓的美国最好的 那个 玫瑰种植区 是吧 波特兰是美国的玫瑰之城嘛 是吧 它就是和 什么 波特兰和那个 其实加拿大的温哥华 也是合适的 因为它海洋性气候湿暖 冬天也不是特别冷 然后整个春夏雨水多 是吧 当然我知道你们夏天 可能也会稍微的那种干旱几天 就是有个一两个月不太下雨了 那你浇水一定要重视 好吧 一定要重视 这个就是即便你们那边20多度 你说浇水两三天不重视 表面干了 花它也是 一下子就完了 就浇了 或者就散了 也是一样的 所以这是这个品种的最大缺点 是吧 但是优点也有 散的快 它开的也快 它的第二波第三波 你只要做一个好的修剪 是吧 肥水充足 它上来也很快的 所以没有特别说完美的品种 它都是有一个偏向性的 到时候我们会一个一个的品种去推出 它们的特性 我为什么知道这些 因为我早期做那个花友问答的时候 全世界各地的案例啊 太多了 然后现在变成我一个财富了 是吧 当然我为什么不做了呢 就是因为我现在该说的问题其实都说过了 我的视频里都有 我用不着再去重复的 做我的节目 是吧 有的时候甚至是前天做的 今天又来问 又来问 我不可能今天又做嘛 只有自己各位去搜索一下 圆一篇加上关键词 或者是 重华问答加上关键词 几百期节目 像一个字典一样 随便搜 就搜我的频道内的节目 其实基本上都涵盖了 好 中华养花 记得订阅 点赞 小铃铛一定要刮上 后续各种品种会推出 好 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 by bwd6